會不會看到他們兩個兄弟第一次的對決 第一球就做給塞瑟夫 哇 這個功課 他也是國內非常期待的長榮之一 中線的上臺沒進 不過小夫法球再撥出來 給到智傑 防守很快的對位 辛托里三分身外 一大步的距離 這邊也來得相當快 國阿敏出手被毀掉 翔俊在火鍋的風水上面 塞瑟夫 因為這時候比較偏向於裡面的進攻是多遠 在快攻的轉換的配合上面也比較默契 這球阿敏想要再傳時發生了失誤 跑快攻的是野獸黎智傑 將仲仙再傳助攻 仲仙一開始兩個助攻都非常精彩 之前被受主體肌膜炎困擾的李凱燕 現在來到場上 黎智傑在底線的跳投攻擊 1 2 3 還是8分差 張跟鈺在底線 隊友都叫他投了 張跟鈺連得5分 看最後一波進攻 剩4秒鐘 李日傑過來就交給張跟鈺拿到球 就直擊出手機 張跟鈺最後被派上來 就是神調度阿 就是神調度阿 張跟鈺 重建 掉一個大腳給鈺 半邊的智傑 拿到球就打 8 2就進 重建這支鈺球要小心 又差點掉了 很危險 野獸3分線外出手機 拯救勇士的一個外線 這代表不應該要替幫傑哥去做一些掩護 對 然後果然 最橫檔的掩護之後 林志傑再給曾祥君選擇外線投身 對 曾祥君單捷9分 進攻時間剩9秒8秒 洪凱傑外線的投身 3分球短 藍底下 蔡文成沒補進 蔡成再拿到轉身的跳投 就 奇妙好跌 蔡文成 第一時間他原本就有補進的機會了 不過 蔡文成最後還是出現在 他Always出現的地方 搶到重要的進攻籃板 差2分 給Q 再給梅林高 梅林高 外線被蓋掉 比賽要結束 裁判認為這個球是很乾淨 沒有犯規 梅林高 最後是被曾祥君把球給點掉 111比109 勇士隊 在紀念球季 跟國王隊第5次的交手 終於贏了